嗨,我是Eva 今天的影片呢,要來分享我2019的1月最愛 那大家還記得這個場景嗎? 是不是很久沒有看到了呢? 我記得我好像有一年的1月最愛是坐在後面的地板上路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在2019年的1月得到的第一個反省呢 是叫做不要貪心 因為呢,就是新的一年開始 就會對自己有充滿各種的期望 各種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我就同時想要的太多 變得說我形成一團亂 就是會壓縮到自己的睡眠時間很多 然後吃飯也不正常什麼的 就覺得這樣不好 所以2月開始我希望自己不要再這麼貪心的想要做所有的事情 適當的取捨比例 然後保留時間給自己 讓自己可以調整能量 每個禮拜有一個重新的開始 這就是我1月的一個小心得 也可以跟我分享你們在1月的時候有沒有得到一些 小領悟 生活上啊 人生上啊 或是看劇的都可以 好 那我現在要來分享我的1月第一個最愛 1月的第一個最愛呢 是一雙球鞋 登登登登登 是一雙New Balance的球鞋 然後 被我穿得有點髒 因為我把它穿去日本了 乍看之下呢 它就是一雙好像 灰米色的球鞋 帶你們看側面 登登 它是一雙 外面是紫色粉色搭配 裡面是 綠色紫色搭配的球鞋 這球鞋超級我的 我那時候在微風鬆高的 B1 一看到就不行 秒買太好看了 覺得這個配色非常的我 然後我記得打折下來 應該不到3000塊台幣 所以覺得 值了 我其實已經很久沒買New Balance的球鞋了 因為我覺得 它的那個款式 574這個鞋款不太適合 990又太大 但是這雙的版型是X90 我穿起來很OK 不會覺得腳很肥 也不會覺得比例怪怪的 我覺得我穿起來很好看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如果你們跟我一樣喜歡粉嫩色系的球鞋的話 可以看看這雙 喜歡喜歡喜歡死了 既然都介紹到紫色了 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第二個人最愛 是我最近愛上各種紫色系的衣服 就是像這件 是一個短板的上衣 我好像是因為漂髮之後 我發現這樣子的紫色很顯氣色 會讓我看起來很白 所以我最近很喜歡這樣子比較深一點的紫色 然後或是像這樣 有點粉紫的 也超好看的 就我發現我漂髮之後 非常適合這樣子的紫色單品 然後就是也收集了很多紫色單品 如果你們之後有看到好看的紫色單品 可以提給我 登登登登 第三個最愛來了 是 我的腰包 我的腰包 我終於買到腰包了 我一開始看到這個包的時候 我覺得好看 可是我就去私訊店員 然後店員就說 喔他已經沒有了 然後我就想說非常的難過 可是後來就是 三個月後在日本遇到他 我就買了 如果你們之前有看我Instagram 真的很久之前喔 大概可能 三個月還是六個月之前 所以我有一次在Instagram上面問大家 有沒有推薦的腰包 因為我覺得腰包好方便喔 就是掛在胸前 然後你的所有的錢包 什麼都塞在這裡面 Oh my god 這是 怎麼會這麼方便 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收到 大家很多的腰包推薦 然後我就是一個一個 挑我喜歡的款式去試杯 我只好杯了十個以上 就是我去逛東區 逛百貨公司 然後像Nico Anne我也有去 然後還有一些國外的網站我也逛了 去日本的時候也一直在試杯腰包 後來呢 我就在Xgirl的店 找到了這一款 我的命中注定腰包 腰包這樣的東西一定要試杯 因為每一個人的身材比例不太一樣 然後每個人喜歡的 側面看起來的厚度也不太一樣 你腰包一定要去現場試杯 試杯之後 看那個顏色跟你的穿搭 然後那個版型跟你的身材 合不合 再決定要不要買 我喜歡這個腰包的 主要原因呢 是因為它的大小 我的錢包 小相機跟護照 都放得下 還有手機也放得下 然後再來就是還有三層 第一層是這邊 我主要就是放錢包 它裡面還有紅包 然後 第二層呢 這裡 我主要就是會放 衛生紙 耳機線跟充電線 或是筆 然後第三層 就是一個網狀的地方 就可以放我當天使用的唇膏 非常的潮 就是唇膏可以這樣露出來 很像一個裝飾 再來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拉鍊的地方 它是做反面的拉鍊 它是霧面感的 很好看 因為很多腰包 它都是拉鍊這邊很亮面 我會覺得 跟我有一點點違和 可是這個霧面感 超爆喜歡 我自己在我的腰包後面掛了一個卡夾 然後我的朋友都說這個很煩 可不可以不要掛 但我就覺得超可愛的啊 就是要掛一個迪士尼的票夾在這 然後這邊還有拉鍊 可以放綁頭髮 是不是超Q 而且就是很有個人特色的感覺啊 但是好像也只有我自己知道 因為如果穿外套的話 其實是會擋住 如果你還沒有買一個腰包的話 超級推薦你去買一個適合自己的腰包 就買一早餐 然後微逛街 喔旅行 旅行真的是爆無敵 霹靂方便 就是沒買後悔一輩子 然後再來就是我要推薦的是 今天它的唇膏 也就是你們看到的這個包包裡面的唇膏 這個是YSL今年1月新推出的金管 然後我推薦的顏色是87號 就是這個 它擦起來感覺是一個裸玫瑰的感覺 然後因為我嘴唇本來比較暗沈 所以我覺得我很少嘴巴可以有這種裸唇感 我很喜歡 而且它是真的有含保養成分在裡面的那種水潤唇膏 因為我去日本之前嘴巴破皮 然後就一直撕一直撕一直撕 然後到日本之後每天擦這個唇膏 嘴巴回來就好了 很扯 我要證明給你們看我真的用超多 我大概是12月中收到的 我就已經用這樣了耶 就沒有在騙 我沒有欺騙沒有詐騙 就是我真的超愛用它的 有沒有很凹 第五個我要來推薦我最近很喜歡喝的飲料 是這個 TWINS的大吉嶺紅茶 欸絕對不是因為它是紫色我才喜歡它 是因為它真的超級好喝的 那我會發現它的原因呢 其實是因為我在早餐店喝到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一點上癮的現象 我就覺得我每天沒有喝一杯 好像沒有醒來那種感覺 但我又不想要每天好像花 60塊嗎還是50塊去喝一個這個 後來我就決定尋尋覓覓要找出它的源頭 到底是誰 然後經過我一直測試測試測試下來 我就發現 劉西伊快截圖 我覺得它就很好喝 就很好喝 完全沒有接到到 就是我喜歡那種喝起來有一點點色色感的紅茶 就如可不可紅茶 但它跟可不可紅茶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樣的 總之我很喜歡這個大吉嶺紅茶 我現在就是幾乎兩天或是每天都會泡一杯來喝 然後就會覺得通體舒暢 整個人就活過來的那種感覺 非常喜歡 我會把它的連結放到影片下方 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喝色色的紅茶 喝滿 你們也會有飲料成癮症嗎 或是你們也會像我一樣就是 每天要開始一定要做一件事才代表說 嗯 我的今天已經開始了那種小儀式感 有嗎 如果有的話歡迎在影片下面跟我分享 你開啟每一天的小儀式是什麼呢 好想知道喔 感覺每個人的習慣都會很不一樣 接下來要到我最喜歡的音樂時間 今天要分享兩首歌 然後我要先分享一首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不像我的歌 這一首呢 是房東的貓 你是我最愚蠢的一次浪漫 我不知道為什麼音樂就是被這首歌吸引到 就每天早上都一定要聽這首歌 我就會安心的起床 然後安心的把心靜下來那種感覺 這是一首很輕柔的歌 我覺得 ероoss 側重可原 各手輪分 余迴 散情 又熙滅絢爛 匆匆 晨暢 是奇妙能力歌成立的 這也是一首非常可以讓我的心靜下來的一首歌 他真的很奇妙耶 他真的是有一種佛經的感覺 我不太會形容 可是他真的很像佛經 他可以讓我很定向的心 就是這份吉他聲 就是有一種 請打坐 來 來了 我很喜歡這歌詞 我看過沙漠下暴雨 看過大海親吻鯊魚 看過黃昏追逐黎明 沒看過你 白癡 我聽過荒蜂變成熱鬧 聽過塵埃也埋城堡 聽過塵空拒絕飛鳥 沒聽過你 有沒有一種很佛祖的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首歌對我來講就是很很很宗教信仰的感覺 網路上有很多人對這首歌的歌詞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我自己對這段歌詞的解讀呢 歌中的主角他一生當中都在追逐一個 他非常崇拜 或是他非常想要抵達的那個目標 他做了所有的事情 然後他努力過一切 他燦爛過 然後他跌倒過 他全身都是凝硬過 他什麼奇怪的事情都見過 但是他就是一直覺得 自己好像沒有辦法追上那個人的腳步 或是自己沒有辦法成為像那個人一樣厲害的感覺 這是我自己的解讀啦 其實他給我的感覺是很低潮的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低潮的歌不會讓我覺得難過想哭 反而是穩定我的心情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耶 其實這是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假如你們聽完這首歌有不同的想像 或是不同的理解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下面跟我說你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每個人經歷不同 聽到歌的感覺都會不太一樣吧 就那種解讀的感覺 對大概是這樣 那我的一月最愛已經分享完畢了 我現在要來分享我一月 在instagram上面看到一則非常喜歡的貼文 然後我希望這則貼文 可以讓我在一月做一個警惕 一月初的時候看到 看到Devi Wu 一個圖文插畫創作者吧 他就發了一個 IG貼文說 2019給自己的小提醒 是別分心 去年一整年因為沒有辦法 馬上看到努力的成果 導致內心時常很慌張 慌張的結果是 instagram使用時間飆升到 一天平均一小時 雖然一小時在一天內佔的 好像也不是很多 但晚睡晚起拖延症 自己下自己時間真的不夠用 畫畫的進度緩慢支援 instagram倒是用的狼狼傷口 話號亂用 看到大家不停的更新作品 穩穩的做出成績 反觀自己好像一點進展都沒有 我在花太多時間看別人努力的成果 然後努力的時候又嫌沒有時間 highlight 我覺得這是現在網路 who call me 我覺得這是現在網路 崛起之後 帶給現代人一個很大的壓力 他說 我很喜歡這一段話 因為我覺得 我跟他 有一點一樣的心境 就希望如果有人跟我遇到一樣的感覺 可以藉由這一段文字稍微 和緩一下自己 然後 重新用力深呼吸 做好計畫 再重新開始 大概就是這樣 我的一月最愛到此結束了 怎麼感覺 越到後面越沉重的感覺 越來越走心了 好吧 總之我希望我的 今年呢可以每個月都做最愛 因為去年是兩個月做一次 然後今年就想要做 每個月最愛 然後每個月我希望我都有一點點小 生活體悟 分享給大家啊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 越來越敞開心胸 跟大家分享我自己 內心的一些想法或感受 因為以前覺得這些事情很害羞 但是我越來越覺得說 假如我把這種想 假如我把這些想法講出來 可以幫助到跟我遇到一樣困難的人的話 或許這是一個很溫馨的舉動 大概是這樣 嗯 下次見 掰掰